大家好 在我身后的这些香蕉是一个台湾的老板 承包的 摘种下去才三个月 有消息说要打算把这个香蕉全部拔了 摘种其他的作物 因为香蕉产量是高 不过没有行情 这个香蕉摘种三个月就长得这么高 这么健壮 而且我观察一下这个土壤 是非常差的这个黄土 黄土容易板结 能把这个香蕉摘一培的这么好 密结就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些就是有机肥了 有机肥能使这个沙质土壤 或者是粘性高的土壤 更疏松更透气 其到饱肥饱水 让土壤形成更好的团列结构 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用这种发酵复杀好的饼肥 这些农胶肥是自己发酵好的 非常可惜 也有消息说他想栽培其他的大栗鼠 大栗鼠行情比较好 这个香蕉可惜了 都是请员工来栽培的 而且每一棵的距离有两米多 这么大规模的摘种下去 两三个月要把它砍掉 再培其他的作物 真是想不明白 这些大老板 好了简单给大家分享 非常可惜的一个香蕉树 准备要被毁了 再见